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的影片有一点点不一样 它不是平时的slime video 它是一个五分钟手做的教学 喜欢看的话就记得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就进入影片吧 首先要做的就是 两百年前都有人做过我的星空瓶 哈哈,我现在才会做耶,星空瓶 为什么我要收你它的盖子 OK,我不明白 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一个非常严肃的秘密 你们给我听好 嗯,其实也没有那么严肃啦 就是我的背景是用颜色子来代替的 非常适合省钱的办法 所以你们一定要学起来哟 然后再莫名其妙把一些pain弄在上面 对,我就是这样子的人 首先呢,我们先把盖子打开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 然后就很像江湖不用钱那样 把所有的江湖倒进去 猜猜我用了多少呢 我也不知道 然后再用50分钟来搅拌吧 这个片段呢,是我一个手拿着相机 一个手在那边搅拌 请珍惜好吗 只有我一个人觉得这个颜色很漂亮吗 应该不会只有我吧 现在呢,我们需要一些curtain ball 那这个牌子就是 不是业配,也不是赞助 没有人赞助哦,谢谢 现在呢,就把所有的curtain ball都丢进去吧 进行的丢吧 你知道我家里有多少粒吗? 我有三包 最喜欢花两个小时来搓棉花球了 真好玩 该死的棉花球可以赶快下去吗 又是浪费江湖的时间了 把所有非常像水的江湖倒下去 我们可以享受一下这个东西有多漂亮吗 真美 现在呢,我就加入了橙色的色素 这个泡泡是我看过最疗愈的东西 现在呢,我就决定加一些亮粉 然后我的相机非常不配合 之后就把棉花球放进去 我跟你说了,我家里有三包棉花球 现在就把所有的棉花球塞塞塞塞进去 我觉得它有一点像鱼园丁 我应该不是唯一一个觉得吧 对啊,江湖和棉花球都是不用钱的 现在我们就要来放水咯 还没有放水之前,我有一个小故事 你们想听吗? 不想听也要听 本来呢,这个杯是有一个教学的 可是它的片段不见了 对,不见了 所以呢,我只会交三个DIY咯 最后一层呢,我用水 为什么? 因为江湖很贵啊 其实这个DIY本来是很成功的 本来 直到我加入了非常像大便的色素 然后还要搅拌呢 猜猜我怎么补救呢 就是加入一点亮粉 因为好像也没有解决方法了 然后我又继续搅拌 现在我就加入了一些棉花球 嗯,效果还不错吧 嗯,当我没有说过吧 还是很丑的 所以我决定加一些特效来补救一下 好吧,还是很丑 最后你要加入一些江湖 因为我不想让整个东西垮掉 希望可以补救一点吧 嗯,对 没有补救到 相信我 我人生中有99% 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 然后这个是我录出我充满色素的手的片段 请欣赏 然后这里就是一些尴尬又不知所措的片段 请欣赏 穷得连子都掉下来了 所以请正希那么努力成为高纸影片的我好吗 然后呢 另外一个五分钟的手作怎么可以少得了史莱姆呢 所以要用江湖 首先呢 先把一堆江湖挤进去 欢迎来到江湖不用钱系列 之后再放一些baby shampoo 还有一些甘油 甘油其实非常的便宜 可是我不想浪费 所以猜猜我用了多少滴呢 请在留言区告诉我哟 最后呢 就加入一些莫名其妙的苏打粉 这个苏打粉非常的便宜 可是就加入一点吧 最近钱不够用 又可以浪费时间了 真爽 经过一番努力后 终于可以把史莱姆拿出来了 愚蠢的我决定在它还没有完全成型之前拿出来 然后呢我就成功偏离了镜头 完全偏离镜头 好爽哦 现在呢你就要不停的拉它 拉到它变松为止 是这样子说的吗 最后一个步骤就是要把所有的史莱姆给清干净 为什么呢 当然是因为不用洗碗啊 啊不然呢 现在呢我就把它们分成 多少个 四个 四个 OK对是四个 然后再分别帮它们染色 然后决定给你们看 我非常暗脏的手 然后呢我决定继续染色 然后接下来的片段就全部都不见了 好笑吗 不好笑 终于到了最后一个DIY了 你们不会知道我录影录了多久 首先呢就要拿出一张纸 然后再分成一半 折一半后呢就要剪掉咯 这个技术是不是很酷呢 某人生充差不多有99%都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 折到一半后呢 我们就要剪开剩下的部分 等一下呢如果我有说说什么呢 大家都不要介意好吗 因为我对折纸的专业名词什么什么之类的 我是完全不懂怎么形容的 我在做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现在呢你就要再对半折一下 我都不想说 因为你们就看我在做什么吧 反正 这个已经是我第三次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 你们习惯就好 之后呢这样折后 然后再对半折一下 呃对 记得要折紧一点哦 哇哦真可爱 为了让你们更清楚看到那张纸 所以我换了一个背景 之后呢就折一边 你们懂的 再折第二边 呃不完美 又是到了困惑人生的时候 我到底在做什么呢 我不知道 之后呢你就要折一边 然后再折第二边 对 不完美是可以被接受的 有了这个形状后呢 你要非常多余的把它打开 然后再把它的三角形的一部分往下折 看就知道了 不要问我 刚刚往下折不是有一个 pocket这样的东西 然后呢你就把那个纸塞进去 我解释的够详细吗 我已经觉得很详细了 我连洞都打开给你看了 我是不是展示太多了呢 我在乎吗 我在乎吗 在呢你就要把这个纸的背面翻出来 然后再用hello kitty的笔来画 这个独角兽可爱吗 我在乎吗 其实看久了 有一点恐怖 欢迎来到Kenny的涂鸦时间 请好好享受 好像有漂亮了一点 可是它很像缺少了什么 你们看到我在画什么吗 我不在乎 最后呢把三角兽 黏在独角兽的上面 就完成了 我是疯了吗 把三角形 黏在独角兽上面 我就完成了 好 谢谢你们的聆听 记得不要用灰染色的笔哦 不然就会像我那样 之后呢 你就要拿出一本书 我们能用五秒来欣赏 这画面有多美吗 今天的影片就结束咯 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按赞并且分享出去 还有最重要是订阅我的频道 那最终我的instagram 可以看到更多的史莱姆影片 好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